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跟各位介紹的是在這一邊就是 如果老師你想要揮入PDF 或者揮入簡報 事實上那phrase都可以 其實我不知道平常老師看那個PDF你都怎麼看 他好笑 他Coparent Reader最簡單 對不對 可是他在創業的時候好像就相對 不是那麼方便嘛 你總是文件一般會變PDF都是比較長一點 那甚至你在放大縮小 你可能就要比較花一點時間 那麼在他裡面的話這個就還算方便 而且PDF比較沒有什麼 就看你的企業他就變成幾個好像普遍讓進來 但是PowerPoint的部分他就還蠻好玩 你看如果我會進來的時候 我可以去選擇PowerPoint的想要用什麼 這裡就放大縮小 有沒有發現他有好幾種這種的Layout方法 因為我們平常的PowerPoint就是 就一頁一頁一頁這樣 頂多加上的半頁效果 可是他這邊就有這麼多的給你去選擇 好 那他就照我們去看 所以待會兒簡報進來就是 耶 那這裡有一個已經解壓說 就是我已經DEMO了 這個應該是在這裡 好 這個打開 這就是我們講的離線版的 因為有些時候可能 大家如果網路連線不方便的時候 或者是根本就不能連線 對不對 那這個就可以在離線做警報 好 像我那個書位調來這個 我也有做成簡報板 也有簡報板 那我會進來之後呢 就會像這樣 你看這個是會出PDF 那會出PDF 萬一說 你覺得這個字我們這樣看是不太清楚 那有什麼問題 放大就好啦 對不對 而且按住啊 就可以提你 所以這種方式是PDF的 好 PDF的方法 那這裡呢 那這裡呢 除了PDF 我也順便把那個YouTuber 把它擺在這裡面來 因為這是一個高中的數學考題 老師有發現這個新聞嗎 沒有 因為我們大學不需要 開玩笑 因為他考那個 就是拿那個這個電影 來考數學 我們好像那個 昨天的考題 好像也有一個考題是一頁嘛 數學一整頁啊 所以學生如果語文能力不好 事實上數學是不會的 哈哈哈哈 因為他看不懂題目啊 那他就把電影裡面的 相關的 這頁目不是國片 這個是那個泰國的 我說沒有其實這頁目是泰國的 那就把那個變成它裡面的題目就對了 做那個數學 那如果你直接看 他就自動發展 有沒有 所以我們在前方 一般我們在拍外面 比較不方便 在裡面播影片 大多數其實我們都是把它拿到外面來播 因為在裡面效能 可能是稍微比較差 那所以在這邊的話 他就直接在裡面做 而且你點了 他就是讓我們看到最大 好那跟你不用了 他就收起來了 就可以了 這樣你們大概瞭解 所以他的考題是考這個 叫考排列組合 畫像有幾種組 我們不是 排列組合就是考那些嗎 對不對 所以他把那個 螢幕都用到那個電影裡面 因為剛好那部電影 他們班上都看過 哈哈 所以這樣的話 就是一個很不錯的一個方式 好 那麼簡報的部分呢 就是像這樣 好 我們再來看 你看這是拋空人進來 可是拋空人進來 會有第一個遇到各位 講這 你想要用這種方法 第一個會遇到的是什麼 有沒有發現自活在後面 其實第一個遇到應該有很多 應該是中文字母建 為什麼 因為預設的固定沒有選中文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固定選中文 自會跑出來 可是自現在要跑到後面去 有 因為 因為 請問我們在拋空裡面 各位不會調整 物件的順序 上一層 下一層 最上層 最底層 有時候我們插入比較多物件 都會有這種情形 對不對 這裡面當然也不必挑 所以 你可以去做調整 所以我就把它調整一下 有沒有 幫他上面來 但是 有沒有發現 錄影的路不見 因為有些中文會去一次嘛 有沒有 常見錄影團體 那這邊就 這個就是 可能你必須要用圖片的方式去遞掉 這個是我們目前遇到比較困擾的 比較困擾的地方 那其他的就都還好啦 其他的就是這樣一頁一頁下去 只是撿爆的方法不講而已 但是呢 您的素材來源 等於就是來自您原本的那個 好 不過我是比較建議啦 如果你要用Praise 我是比較建議 認真一點 比較專勤一點 在裡面做會比較好 因為 如果你只是把Praise 放到這邊來 那只是放它不玩就 還是Praise 而且裡面那些效果 不會出現啦 比如說裡面什麼 飛來飛去的那些 那不會出現啦 那是用它的 所以我是覺得 用這種方式 沒有說真的好 只是 它總是希望說 你有比較多的選擇 所以 像我剛剛選擇就是 繞成一圈 繞成一圈的方法 所以在這邊是 你可以看一下說 其實 它可以像這樣去做 但是 你在背負的時候 它這個要把檔案 傳到 他們的那個色合上去做轉換 那如果我們現場做可能會比較慢 可能會比較慢一點 所以它經過轉換之後 你才會看到 這個畫面這樣子 這樣大概了解那個意思了 所以這個是 跟老師說明一下 如果你要把PDF 把Hopper配進來 它大概是怎麼樣去做的 所以謝謝 再按個回去 再按個回去 然後再按個回去 按個回去